叶罗莉9 终极预告 王莫亲手害死水王子 水莫组合最终破裂 精灵梦叶罗莉第九季明年就要和小伙伴们见面了 估计很多小伙伴都已经等不及了吧 算起来 自从上次21部动漫被点名之后 精灵梦叶罗莉也被不少观众口出笔伐聊一顿 所以第九季的开播情报迟迟没有消息 不过 深河早就已经过了 就看什么时候开播而已 目前 第九季的定档日期是2022年1月6日 按照官方的要性操作 一般情况下 消息官宣之前都会放出对应的终极预告 终于 叶罗莉9 终极预告来了 没想到这次王莫竟然亲手害死水王子 水莫组合看来还是破裂了 王莫和水王子是官配的一对CP 不过细心的小伙伴已经发现了 水王子和王莫想要在一起似乎也比较困难 因为水王子是仙子 而王莫是人类 在第九季的剧情预告中 王莫和水王子之间竟然出现了矛盾 不过 这一切还只是开始 因为后面王莫会黑化 水王子和冰公主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他就是火灵主 都说水火不相容 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所以水王子和火灵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好 加上当初灵溪阁选取阁主之时 水王子就和火灵主打了一架 所以火灵主不会轻易解除王莫身上的圣祸心法 这就是王莫黑化的原因 因为他被火灵主控制了 火灵主控制王莫之后 直接让王莫攻击水王子 最终 水王子彻底消失了 看起来就好像是王莫害死了水王子一般 实际上 并不是王莫真的害死了水王子 但是他一定有责任 第九季的剧情有一个主线 那就是毁灭 无论是人类世界还是仙境世界 灵溪之力的平衡被打破之后 他们都可能会被毁灭 最终 水王子还是消失了 不过第九季的主题是逆袭之战 所以这一切应该都会逆袭 只不过在此之前 水王子可能真的会死一次 当然 水王子始终是仙子 死一次也没关系 后面复活就行了 对于水王子的消失 王莫一看就很后悔 估计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 是自己害死了水王子 无论怎么说 第九季的剧情应该还是会出现不少的煽情画面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 当初心灵仙子不也死过一次了吗 现在还不是复活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一切都只是剧情需要而已 看来水墨组合想要在一起真心不容易呀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generator 儿子 儿子 儿子